美帝骑士千万见 最最最奇听我念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董乐 一个听懂听不懂都要假装懂了的正经女主播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帝骑文榜 第一条 今日份最心累 拜登转发了特朗普的一条推特 福奇却成为C位 被迫营业 福奇博士最近的日子过得不太安稳 自己呢不想火 但是被迫营业也是一种烦恼 11月3号总统大选就在转角 这福奇也是被卷在两位总统候选人的口水战里 被绕得七荤八素 这厢边特朗普一会儿在竞选活动中 把福奇呢执在广告里 一会儿呢又在推特上向福奇开炮 那厢边拜登也没有闲着 抓住一切机会把自己和福奇的立场紧紧的贴合在一起 10月13号 在福奇表示不会屈服于压力后 特朗普发了个小脾气 又在推特上暗戳戳的讽刺道 他投球的手臂比他的预测要准确的多 这投球是个什么说法 原来这个投球事件呢指的是7月份的时候 美国职业棒球联赛揭幕战 当时福奇博士为这场比赛开球 但是尴尬的是球的轨迹偏离了击球区 福奇事后解释 因为自己的手臂酸痛 所以才出了这么一个球 如今也凑着敢推特时髦的拜登 转发了特朗普的这一条推文 配文道 如果我是总统 我将听取福奇的建议和专业知识 而不是因为讲了实话就去抨击他 这拜登呢 一向将福奇关于新冠的看法 视为指导意见 在他对是否需要放宽 新冠限制条件发表讲话的时候 拜登敦促各州的州长 听取福奇医生的建议 拜登还承诺 要是他能够在下个月的选举中获胜 他将派遣福奇长期担任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并且呢担任新冠疫情工作组顾问 拜登如此 他手下的贺锦丽当然也是这样 在副总统辩论会上 当贺锦丽被问到疫苗安全和接触问题时表示 他将等待福奇医生的指示 他是这么说的 如果福奇医生告诉我们应该接种 我会毫不犹豫的第一个就去 但要是特朗普告诉我们应该接种 我可不会去 相较拜登对于福奇医生的好评 这福奇和特朗普之间的关系呢 就更加复杂 7月份的时候 特朗普就曾公开批判福奇的工作 说他只是一个打杂的 10月11号的时候 福奇发表声明称 自己的话被断章取义 这断的什么章取的什么义 原来3月份的时候 福奇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 不能想象有人能做的更多 这句话被特朗普放入竞选视频中 说是称赞他对于新冠疫情的工作 而尴尬的是 这句话呢 本来是在讨论联邦政府 公共卫生官员的努力 特朗普竞选团队跳出来反驳了 他们驳斥了福奇的说法 说这些就是福奇的原话 源于一次全国性电视台采访 竞选团队发言人莫菲还表示 这些出自福奇之口的评论用词准确 正如他最近在参议院作证时所言 特朗普总统从一开始对病毒的态度就认真严肃 反应迅速并且挽救了生命 与此同时啊 福奇博士虽然很乐意看到 特朗普总统从新冠病毒中迅速恢复 但是他表示 这也会加剧美国公众对于新冠病毒的误解 这种误解呢 可能会强化一些人原有的错误观念 觉得这新冠没什么大不了呀 不会有什么重大的健康风险 在特朗普坚称 新冠病毒很快就会消失 并且在选举集会上鼓吹自己免疫 比20年前还要有活力的时候 福奇博士发出警告 表示美国可能要到2021年年底 才会出现疫情后的正常状态 对于两位候选人拉拢自己的做法 福奇本人呢 在接受采访时强调 无论谁当总统 我都不会对这次疫情置之不理 在近50年的公共服务生涯中 我从未公开支持过任何政治候选人 这想低调形式的福奇博士 还是被两名总统候选人推上了C位 在这场总统争夺战中 成为香波波的福奇 也真是心累 第二条 今日份最特殊 今年的沃尔玛实体店黑物大抢购 分三天 对于那些仍然对黑色星期五传统 持有执念 希望能到实体店抢个爽的购物狂 沃尔玛周三宣布 将在连锁超市提供促销折扣 不过将采取适当的防疫措施 将黑色星期五的折扣活动 分成三个促销日 在节假日 沃尔玛将于超市 所在当地时间的凌晨五点钟开门 顾客必须排队进入 店内将限制人数 而店员将给顾客分发消毒好的购物车 另外 现场也将配备健康大使 提醒顾客佩戴口罩 这一窝蜂涌入强强强的动图 今年可能是要看不着了 另外 为了疏散人流 沃尔玛宣布将黑色星期五 拆分成三个不同的假日促销活动 分布在11月的不同日子 而促销活动将首先在网上进行 几天之后呢 在实体店内进行 顾客也可以选择网络下单 到店自取 这路边取货都不需要踏入超市内 具体来说呀 沃尔玛黑色星期五的第一个促销活动 以玩具 电子用品 家具用品为主 网络促销日呢 是11月4号 实体店促销日是11月7号 第二次促销以电视 智能手机 电脑 平板 以及其他一些商品为主 网络促销日呢 是11月11号 实体店促销日呢 则是11月14号 第三次促销呢 电子产品 玩具 服饰 节日装饰都将打折 网络促销日呢 是11月25号 实体促销日则是11月27号 今年呢 包括沃尔玛在内的零售商 都鼓励消费者提前进行假日购物 本周日到下周四 沃尔玛还将推出一个 省钱大促销活动 以此和亚马逊在周二开始的 会员日活动竞争 这大家要剁的手都准备好了没 第三条 今日份最 哎呀 Netflix停止向美国观众提供免费试用 这一次疫情改变了多少事 最喜欢的奶茶店关门了 常去吃的江湖冬变相涨价了 以前吃草专用地 Suppplantation黄了 现如今 连全球最大的流媒体服务 Netflix都放话了 以前大美的的免费试用服务 拜拜了 说是迟那时快 等我再去Netflix网站上看的时候 已经找不到曾经醒悟的免费试用选项了 这随着新冠病毒大流行改变了消费者的行为 越来越多的观众被吸引到数字视频服务 人们由于行动不便和在家办公 而花费更多的时间宅在家里 所以还真的是 需求已经大的不需要免费试用这种小福利了呀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美的奇闻榜全部内容 刀的刀刀刀 刀必刀 刀完今天 刀明天 我是你们的董乐 明天的美的奇闻榜 等你来哦 我会说